他在上幼稚園回来家里的时候 就会马上进工作室去玩泥巴 到了吃晚餐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说大家都进来吃饭来 为什么你还坐在那里玩泥巴呢 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一句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闻到泥土的味道 我整个人都激动起来了 妈妈口中这位热爱泥土的女孩 如今已经是一位获得奖项肯定的 新锐桃逸家 也是我们这一次台湾学问大的主角 李善英 生长在桃逸世家的他 是如何透过双手 摸索出属于自己的桃逸之路呢 爸妈都是桃逸家的关系 然后让我就是从小 就是在工作室里面长大的孩子 会觉得说好像很神奇 就是为什么一块泥巴在那边 然后你经过你的手去创作它 然后可以变成自己心里想要的样子 从柔软然后到一个坚硬的一个过程 蛮神奇的 反正他的玩具就是泥土啦 他没有任何的玩具 我们就会告诉他说 泥土可以吃哦 我们都是吃这个长大的哦 你要不要吃吃看 逗一下小孩子 这个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乐趣 虽然父母都是桃逸家 但山音却从未想过 要朝这条路发展专职 直到大学毕业前戏 爸爸生了一场重病 被迫返家照顾的他 闲暇之余从时淘土转换心境 却也在过程中 确立了自己想要跟爸妈一样 成为一位桃逸家 别人可能想要接触这个部分 他需要购买很多设备 然后要有藏地 我现在就已经都有了 想说那就边做边试试看这样子 我是从事淘仪创作已经三十几年了 但是在他的面前我比较不会用 我是一个很资深 以老卖老的身份去教育他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抹煞他一个 很奔放很自由的一个创造力 但是在生活的点滴 我可能就是比较属于一个碎念的妈妈 为什么这个泥土掉下去了还不敢会把它捡起来 这整个灰尘这样子会影响整个工作室 但是他好像没有 从来没有听进去的 到最后好像都是我在退让 比较早 有点委屈 妈妈的陪伴加上了自己的努力 让他在业界渐渐获得关注与肯定 除了举办各展 代表台湾出国进行交流展销 更在国际茶喜美学设计大赛 成为最年轻的特优得主 把作品架在池塘里面 要讲的是泡茶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对话 以茶具茶的一个关系 还有环境 就是这三者的关系 都同时映照在这个水面上 大学就读文创设计系的善音 常会运用所学 为自己的作品做更有层次的包装 订做了一个亚克力盒 然后里面就可以装水 好像是把整个水井搬到室内去 泡完茶 然后分茶给我的客人的时候 我就可以推着 好像是小船的那种被托给我的客人 然后让大家就是在泡茶的时候 有多一样的互动 然后多一个乐趣 后面还有再做一个背板 用墨的排列组合 让每个人去看到都有不一样的想象 不一样的解读 不是只有去咖啡厅还是时尚 我可以泡茶 让茶空间也变得很时尚 颠覆传统 把泡茶变得又有趣又时尚 让他获得评审的青睐 但在创作的过程里 却也不是每一回都能够得到肯定 大家喜欢的东西 跟我觉得美的东西不一样 有时候你创作者也不可能去 就是讨好每一个人 但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你可能过了一个月 甚至是十年后 你再回去检视你当初的作品 应该理应要觉得 以前的作品不好 那才是你代表你有进步 精益求精 让创作的面向更多元 以及具有文化底蕴 使得许多的陶艺店家 愿意收藏和贩卖善因的作品 我觉得善因的作品 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纯真 就是不做作 可以看到就是李老师的他的一些作品 比较现代化一点 就是相对于传统的一些茶具 再加上他的颜色的这种感觉 其实有他独特的一个个性在 他讲的是一个亲人的心理状态 他对于生活是耍赖的 我不想起床 我不想上班 都在讲这一个 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无力感 赚再多钱 然后再怎么努力 神之俭用 我一辈子还是买不起一间北市的房子 生活中处处都有灵感 美感这个东西其实是通用的 他没有去规定说 我一定要在什么领域 就是一定要做那样子的作品 做好自己想要传达的艺术的价值 你只要努力 就一定别人会来帮助你 天助自助者 勇敢接受挫败与批评 持续前进 累积能量 你就会是颗闪亮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